在一切众生当中 特别是人道 你看 菩萨实现成佛都在人道 没有在天道 这个表法 有很深刻的意义 佛门常书 富贵修道难 你看这个世间富贵 你请他来修福 你叫他去烧头香 他行 他很愿意干着 你叫他到这儿 听两个重点 今天是要他的命了 他坐不住 为什么 想落想管了 他这一生落多苦少 你叫他要处理求生极乐世界 我这里比极乐世界还快落 他生不起这个念头 所以富贵修道难 八难里头富贵是一条 对他困难了 贫穷修道难 贫穷人三餐饭都吃不到 你叫他来天津 他哪有这个心呢 他去找他生活去了 所以学佛最适合的 小康之家 不恒富贵 也能吃得饱 这种人很适合 他什么 他知道苦 苦乐他很清楚 很了解 那佛讲历苦得乐 很能中他的胸怀 他就来了 六道情形 一幅书是 天上佛报答 所以天人学到就难 真的不容易 特别是讲净土 很难接受 三窝道苦 佛做三窝道不容易 佛讲得很清楚 三窝道里面做的众生 是哪些众生 在人间都学佛 学得很有基础 没有一教风行 多得三窝道苦 所以他阿雷耶诗里头 有佛法的种子 换句话 有善根 有这个根基 佛才好多 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基础 三窝道的人 每一法子独徒 那怎么样 只有他 受报 实际上三窝道 就像 监狱一样 你犯了过失了 判了刑了 在事 要关多少年 到刑期满了 你就出来了 三窝道也是如此 你造主的罪业 你到他就受报 受完他有限期的 有期限的 受报完了之后 你又到人道来了 有些善根深厚的 到人道来 又闻到佛法了 慢慢一步一步 向上提升 但是 有些善根很深厚 神很深厚 为什么会多到 也就是 敌不过内 敌不过烦恼吸气 外面受不了诱惑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 很容易破解 很容易犯罪 展开戒经 你看通通都是多 三窝道 这就去了 可是 他在世间 真正修行文法的时间很长 这个基础很厚 佛菩萨 在卧轨道 在地狱道 出身道 都能读他 所以说 卧道里头 得度的众生 都是在人道里 修的 很好的基础 那么人间修佛 不是白修文 偶尔做错事情 度三窝道 菩萨还是照顾他 佛事门中 不许一人 真正慈悲 所以佛 成为天人 优优独播剧场